爸爸走了 炎逆格、沈振軒和迪龍大哥 即將首度合作演出舞台劇 最近他們三個就彩排得如火如荼 不過格格就投訴整天被人弄鼓 我在戀愛戀愛戀愛 算了我不戀愛了 因為他一直弄我笑 所以希望你到時候認真在舞台上不會 我可以認真的抖他笑的 認真的弄我笑 變笑劇 還好啦 就其實他是他眼神會放電 所以有時候就是跟他跳 我們有兩支舞 一個是忘了我是誰 然後另外一個是請跟我來 每次都會就是跟他對望的時候 都會被他深深的吸引 如果他沒有再搞笑的話 可是私底下就是 他誤會我了 我從來沒有搞笑過 我從天生有喜感 天生代代有喜感 但是我覺得蠻開心的就是 跟格格就是有一種配合的感覺 默契 對默契 這個是很難得的 我覺得就是在給觀眾 他們看到我們 在我們眼神 看得到我們的眼神就很好 但是最有難度的都是迪龍大哥 這次飾演阿爸的迪龍大哥 就要在完全沒有對白之下 用手語做戲 最難就是龍哥 因為這個 他之前跟我們說就是 他接了這個戲 就是因為他沒有對白 但是我們說 最難就是沒有對白 因為他全部都要記住 還有就是手語嘛 所以我們真的很崇拜他 很厲害 對 對